現在給大家看的所有東西都是一手資料 還未公開發售 這間屋最特別是其他townhouse我未見過的 就是這個Samsung Dresser Kit 大家好 我是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an Siyang 一直以來很多客人都會問我 什麼時候有新的townhouse 剛好這個發展商Enrich Development 他打給我問我可否跟他推廣一下 這個新的樓盤叫做Innova 現在給大家看的所有東西都是一手資料 還未公開發售 所以大家可以預先看資料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立即聯絡我 因為我會有第一手資料 他一出價錢表或者什麼時候開賣 我會立即知道 現在首先我跟大家說說他的發展 他的名字叫做Innova 位於No.1 Road和Blendell 就是在West Richmond 大家都比較喜歡的一區 他在周邊其實都很方便 你會見到 如果你要去買菜 其實上去這裡 有Save on Food 藥房 Dollar Store 或者是吃飯的地方 上學就是1號和2號都會是小學 一間是英文一間是法文 如果你要做運動 去這裡都很方便 這裡旁邊就是一個Crelchina Golf Club 旁邊就有一個Dyke Trail 你可以在河邊做運動散步 去到第二邊其實會有銀行 在這裡 所以他旁邊是比較安靜的 所以他會有一個住宅區 但當你駕駛車去幾分鐘 上或下 都已經很方便 有你所需的商鋪在附近 跟大家說了他的地點 和周邊配套之後 我想show show 給大家 看看他整個發展的model 他放了一個model 你會見到 這裡其實是No.1 Road 前排有18間三房三個半次的unit 後面有12間四房三個半次的unit 你會見到前面這裡是前軟 因為後面會進入家庭的位置 所有的floor plan都是double side by side的家庭 這個建築設計算是很大的 你會見到他總共有30間的村屋 後面這陣子會安靜一點 因為他後面不會對着馬路 亦都很private有一個很大的後院 它的尺寸是從600呎到700呎的outdoor space 當然分了一半 中間有一個play area play ground 待會可以再跟大家說說 每一隻職有什麼分別 我們來看看 我告訴大家 每一個floor plan大致上是怎樣 你會見到A1 plan 其實是middle unit 你會見到是前排中間那些 即是旁邊是沒有窗的 它就是走一個少少叫長形 它三間房是怎樣 這裡有個garage 然後這一層就已經有個second bedroom 連一個full bath在這裡 當你回到家 走進去就上樓梯 然後上樓梯 其實就是中間main floor 叫做廚房 dining living area 它還有個少少的office space 然後上樓梯的時候 也有個powder room 即是不想走上去走下去洗手間 最高那一層就是兩個bedroom 兩個bedroom其實都是有套廁的 這個號稱為master bedroom 然後有個en suite 存設 有個shower bathtub 有個都尺寸非常好的walk-in closet 另外一邊 會是中間有個laundry 應該是stack up 就不是side by side 然後另外一個房間 也有個套廁在這裡 然後這個房間就有個balcony 這個單位大約是1377呎 有個outdoor space在前軟 前軟就是420呎 另外一個前排的單位 Plan A3 三房三個半次 其實這個單位是連一個legal suite 這個Plan有三個corner 都是有legal suite 所以這個legal suite 可以讓你租出去 或者你租出去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有洗衣機乾衣機 廚房 所以這個如果是小family 可以考慮這個單位就租出去 所以這裡有個legal suite 上去跟剛才其實A1 plan 都差不多 然後它有一個很大的balcony 你會看到因為它是corner unit 它就大了 在這裡有個outdoor space 差不多500多呎 上去到最高的層 都是兩個套房 加一個balcony 這個績就是差不多1500呎 outdoor space是569呎 我們現在看看Plan C這個 Plan C這個其實就是後排的 你會看到它全部都是duplex style 即是兩間屋黏在一座 不會再有第三間的 首先它是兩個level 在garage我們看到 其實已經闊落過剛才前排那些 進去已經是maid floor area 煮飯、休息、看電視都會在這一層 然後上去其實四間房都在樓上 也有三個洗手間 因為它一個master bedroom 就一個洗手間 然後這間bedroom 2也有個套房 中間這裡有個bathroom 就是for bedroom 3和bedroom 1去share 那launcher也是stack up的 那總共它的尺數是1564呎 加一個outdoor space的backyard 是差不多590呎 那我們現在可以去看看Plan D 就是另一組後排的房子 這兩個其實是Plan D 那旁邊的是Plan E 一會再說其實兩個是flip的 Plan D和Plan C 剛才說過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就長一點 窄一點 剛才那個是闊一點的 但是短一點 所以 overall來講 這個Plan D 都是大一點的 你會看到牆在哪裡呢 牆主要在廚房的位置 凸出來的 放了一些爐子 counter 這裡整個廚房就會闊落一點 也整個好像很正正方方 也有一個powder room 在這個main floor 上去也是四房 三個洗手間 即是有兩個房間 有套房 它總共是1724呎 outdoor space是600呎 我們可以看最後一個Plan E 它總共的size 其實小 剛才Plan D很少 但outdoor space就大100呎 跟剛才那是一個相反 叫flip 所以Plan D和Plan E 整體來說是差不多的 講完所有的floor plan 我現在帶大家去看看 這個sail center裡面 它做了一個full kitchen 可以show給大家看一下 它所有的appliances 帶大家來看這個大kitchen 你會看到它 這裡全部都是櫃 一垃櫃 整個countertop 這一櫃其實它的高度 是會去到ceiling height 到時建的房子 就是貼著ceiling 你就可以多些位置去做storage 這裡它就會有個30吋的gas 鍋子 加一個oven 是Fisher & Paykel 它的鍋放在這裡 因為很配合中國人炒菜 用鍋子 它就放在這個擺鍋 旁邊這個櫃 就是它全部的櫃都很大 它還有這個包在這裡 你有一個櫃仔 可以好好利用空間 去擺這些筷子 像它一樣 下面這個就是upgrade 因為它是裝備多於這些盆 給你擺東西 來到這個island 就是它有7至8呎的island 每一個home都有的 它就用了double sink 這裡還有一個bloomberg的ditchwasher 洗碗就方便些 它這個全部都是quartz的countertop 你會看到它這個位置是upgrade 就是這塊板平時 那個石就去到這裡 如果你upgrade 就把整個island 就更加漂亮了 有一個built-in microwave 是panasonic 然後它旁邊這裡 有一個很漂亮的櫃 打開它 它放了很多東西 這裡 好像人家的single house 它有一個pantry位 這個就是pantry位 它都隔了 很漂亮的 旁邊就是Fisher & Paykel 30吋的雪櫃 這些都是貴的 這些都可以擺東西的 這些都可以擺東西的 所以它用盡一點space 讓大家可以有足夠的空間 去裝好有需要的東西 另外一個這間屋 最特別是其他townhouse 我未見過的 就是這個samsung dresser kit 其實它的功能 其實是可以 sanitize 現在COVID之後 很多人都很注重衛生 那出完街 你就可以擺這些衣服 sanitize 它就有功能 譬如是什麼衣服 或者是冬天衣服 夏天衣服 它就會是不同的時間 長度去幫你sanitize 除了sanitize之外 它也可以幫你steam一些衣服 所以這個已經是包了 在你每一個unit裡面 所以就講完整個kitchen 還有這間屋 其實是包了冷暖氣的 有了鮮風系統在裡面 那flooring方面 就是laminate 在主桌上 樓上房就會是carpet 其實顏色方面 有兩個選擇 剛剛看那個是nature 而另外深色的選擇 就是urban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們喜歡哪一個顏色 還有另外一點 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主人房 每間屋主人房的樓底 都會有11尺這麼高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房間到時是多麼舒服 和闊落 大家都應該看過 sale center裡面的資料 我現在就落到西道 在inova對面 inova就是on number one road 你會見到它的lock很大 房子已經拆開了 大家在這個鏡頭 就會看到後排的back 一個景色 至於前排看到些什麼 主要是很多樹 還有一些townhouses 因為它好像我之前所說 都主要是住宅區 沒有商店 看完周邊環境 就去看看附近買餐的地點 就是駕車向北行 幾分鐘就會到一個mall 裡面有save on food 有銀行 有dollar store 有餐廳等等 所以住在這裡都很方便 剛剛就分享了在richmond 這個全新的townhouse發展 inova的一手資料 但是價錢因為它還未開賣 所以還未知道 但是我真的很高興 今次發展商可以請我上來 給大家第一手資料 如果你們是對這個project有興趣 你隨時找我 發展商一有新消息 我就會第一個知道 我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在我身邊這一位是jalina 她是enrich development的代表 很高興可以和她聊幾句 讓大家了解一下公司 以及什麼時候知道有價錢 Hello,jalina Hello How are you? So can you tell our audience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Enriched Development? Sure Enriched Development is a local developer They have been focusing developing locally for over 10 years now They started off with building customized luxury single family homes and they earned their reputation through their good quality so a few years ago they have shifted into the role of multifamily developer they have done another townhome project and also condo project in Vancouver so this is a very good project that they hav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to put lots of effort in That's good How about Innova for the pricing? When will we know? So we are still finalizing the price and it will be coming by August Thank you so much,jalina Thank you,Fancy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資料上需要 隨時找我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影片 記得like我的影片 留言告訴我有什麼需要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你以後就會看到我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